李戴老师你觉得脱口秀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这个方法论吗 你们会进行这种 会有这个方法论 但是有时候脱口秀的那种句子和还有那个所谓的金句 它是阻断思考的 它不是启发思考的 所以它不是一句顶一万句 是一句灭了一万句 就是到我这儿啪一弄 底下人一笑 然后你坐在那人堆里 你发现前后左右都在笑 你也就不思考 就是会让观众放弃思考 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功能 它应该的功能就是这个 就是你听脱口秀的时候不是为了思考 对 它的功能就是让你还开心放弃思考